歡迎您持續鎖定十點不一樣 先帶您直擊是珠海航展 在今天登場了 其中最受矚目的阿牧 過於就是這一款殲35V的戰機 他展示了飛行能力 而地主中國大陸這一次貧鏽肌肉 就是要展現軍工能量 中國大陸第十五屆珠海航展 地主精銳進出 而頭號焦點非他莫屬 開啟後燃器 殲35戰機在眾人注目下 加速爬升 解放軍第五代戰機陣容 心血加入是現在完成式 武漢的水泥航空母艦上面 已經有殲35 未來殲35應該會是 解放軍航空母艦的標準配備 雙發動機全逆踪構型 預估將能配備對空對地對海 各型中國大陸製空射精準武器 儘管仍然不是艦載機版本 依然足以衝擊各界後續 對中軍力評估和軍武市場 海軍航空隊的規模 其實跟美國海軍規模是不太能相比 它一架飛機生產塑料如果做不到 大概100架左右的話 其實生產不到經濟規模 發展起來成本是很高的 如果能夠遵循像 例如F-35模式 這個使用跟空軍使用一個共通的機體 只是在機體有些基本上的一些差異 在成本上面可以降低很多 殲35戰機當初在研發的時候 主要就是艦載機還有外貿戰機為主化 這個時候未來殲35戰機 這可能會讓很多買不起 或是美國不賣F-35戰機的國家 成為它的這個考慮的首選 不過美軍也不是光靠F-35 就足以主導全球海權 如果說今天中共它的軍力發展 是以美國為最大的假想值的話 那自然的就是美軍要有的東西 它盡量都要能有 其實美軍的這個航艦打擊群 他們對外作戰的時候 最大的戰力來自於空中的戰機 而這個空中的戰機 往往能夠克服自身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 伴隨式的電戰能力非常的強 中共飛沙艦載機系列衍生機種 兩架將部署於福建號航艦的 彈射型殲-15 和一間掛載電戰夾艙的殲-15D 藉著三機編隊衝場首次公開面試 不過當共軍未來的海上航空兵力 陣容更加全面 也代表著對台威脅型態更多樣 當它的機隊接近到對手的 航空母艦打擊群的編隊 或者是接近台灣的附近的時候 它就已經可以提前的進行電子干擾 或者是電子反制 那當然也對我們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性能展示靠動態操演 而無限延展的中國大陸無人機宇宙 則藉著展區幅圓遼闊 逐一呈現 外型類似有棱角的美軍全球鷹 新型九天無人機 模組化的任務艙和武器掛載電 能試不同需求支援一般運輸或是作戰 後者就包括了 施放小型無人機 而同樣首度亮相的 除了雙尾線後繼機種 和能逆中的彩虹器 虎金無人作戰艇更是備受矚目 而中共自豪的紅旗防空系統也推陳初心 射程號稱160公里的16F1 事隔兩年再度亮相之外 官方大力宣傳的紅旗十九 更是標榜能游刃有餘地應付戰術彈道飛彈 被視為對著包括海馬斯在念的美系軍備 隔空校正 加上中俄三款第五代戰機 史上頭一遭同場鎮豔舉世關注 打開錄製軍備 市場能見度主軸背後不無宣示目的 在俄羅斯採取之後 他的各種武器裝備 就沒有辦法在到世界各國的各大行長去展示 還沒有把它列為敵對或是武器 禁運或是禁止受購的這些國家 也算是開一個這個銷口 這個限制裝備再次展示 當然也有讓區域的這些國家 可以就近觀察中國大陸軍事科技開展或開發的情況 積極拓展外貿銷售櫥窗之際 也同時能夠展示他的學習能力 在地緣政治情勢變化中 東亞代表性的航空展演之一 在軍迷搶看熱鬧之際 商家看門道 而我國更需要從中反思 應對之道 TVB的新聞 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之前 俄烏狀況未定之際 澤文斯基現在證實了 說俄軍集結了五萬大兵 要猛攻奪回庫斯克 而這當中還包含了北韓的部隊 甚至他們炸毀了烏東前線的一座水拔 俄羅斯士兵鬼鬼祟祟 想穿越庫斯克地區的普塞爾河 不過一舉一動早被看光 烏軍第129國土大隊 從空中掌握行蹤瞄準攻擊 這段畫面也顯示 俄軍這波反擊失敗收場 另一邊烏克蘭第95空降突擊率 也目睹類似的過程 畫面中一輛輛俄國軍車 再度盲目往前開 最後當然是重演相同命運 畫面拍下水邊的道路 俄國軍車又被當把心瞄準 逼得士兵狼狽爬行跳進水中 算一算烏克蘭攻入庫斯克州 已經整整三個多月 俄羅斯直到最近才開始增兵到 庫斯克阻擋烏克蘭進攻 俄國派出五萬大軍想要收復失土 不過當地的居民早已不耐煩 自拍影片向普清喊話 目前還不確定這波五萬士兵中 包含多少的北韓士兵 但敏感時間北韓官媒公布這個消息 違法有高級公義製造成 金正恩正式批准與俄羅斯的 共同防禦條約 北韓部隊可以名證言順 加入俄乌戰局 主要是如何所osed be 我們有10-11,000名 如果他們這樣培准 且在俄羅斯的勢力 北韩兵十元增添战场的变数 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还是川普上任后的立场 选前曾夸口能24小时停战的川普 其实并未把话说死 不料他的长子小唐纳 又在IG限动讽刺 泽伦斯基今天倒数38天 暗示可能停止队伍援助 究竟川普未来会怎么做 俄罗斯民众也很好奇 我并不认为他能够直接结婚 但我感觉他能够做一些最终的 两个人 一定会接近这个战争 我们都很想这个 我们都很想 让战争已经结婚了 因为这已经不可能 希望我们来到共识 俄罗斯同一时间 加强锁定乌克兰民宅攻击 11号这天 南部尼古拉耶夫 中部的克利 普洛市 以及东南部的扎波罗热 都有住宅高楼背后 乌克兰人又怎能轻易原谅 乌克兰还在家庭训练新动员来的士兵 演练项目包含突击恶军战好 当中还设计出遭遇敌军 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若真的碰上该如何协调通报 反无人机小组 也可以一并得到练习 乌克兰媒体报道 新版本特训加倍射击弹药的练习术 训练的时间也在拉长 就是要确保士兵们能应付更多战场状状况 尔吴之间前一天才各自展开最大规模 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当局再指控俄罗斯 空袭盾内刺客前线附近的一座水坝 地涅波罗地区 沃夫恰合附近水位持续上升 接下来可能有淹水危机 点新闻自网报道